刘诗诗是娱乐圈里接受采访和参加综艺最少的女明星 也从不接拍大尺度的戏 嫁给吴奇隆之后把生活和工作分得非常开 平时少有的露脸也是很低调 衣着朴素 最近一组照片上看刘诗诗头发长长了些 穿了非常简单休闲的衣服 衣服在休闲也挡不住肚子 韵态十分明显 刘诗诗用手扶着肚子 戴着口罩依然能看到脸色微微笑着 很从容的样子 除了手表全身没有任何装饰 打扮紧咕噜人 粉丝直呼认不出来 不过看到她的肚子也是祝福声音一片 网友说一看就是怀孕 恭喜 最接地气的女明星再一个 可以看出嫁给吴奇隆之后的刘诗诗很幸福哦 坐等吴奇隆微博公布怀孕消息 两人世界要变成三口之家 真的很替吴奇隆高兴 刘诗诗个性率直 亲和力十足 撕下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 近日更因在飞机上的一个举动 被空姐狂赞素质高 瞬间我们都被诗诗圈粉了 有空姐和诗诗搭同班飞机 事后在微博透露 她私下软心举动 刘诗诗不仅温和有礼貌 和她视线交会时 她会微笑说谢谢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 刘诗诗在离开座位时 会把毛毯整理整齐放好 也许大家会说不就是个被子 我要跟大家讲 头等舱客人是很少会自己整理干净放好的 基本都是一团扔在脚底下 因此刘诗诗的举动 让同班级的群体员工都狂赞素质高